今天我们拿了一车沙子来修房子 那车师傅帮我们联系了搬运工 对方要叫三星云 一车沙子都才400多块钱 搬运费却那么高 爸妈觉得很不活转 因为平时挣钱也不容易 所以就决定我们一家人自己扛 因为堂哥平时也是做这一工作的 正好他最近几天都没干活 一个人脱腰带口也有压力 所以我们就请堂哥来跟我们一起搬运 我们扛了一会儿时 旁边的村民看到我们在干活就走着问我们 在我们这里平时小工一厅也就150块钱 我们给他们开200块钱一厅 在农村干活的他们一年都没有什么收入 看到我们在扛沙子就想赚点零花钱 所以我们不是强迫谁干活 如果村里的老人想干活这里生活费 因为他们年纪大了就不让他们干活的话 他们会很失望的 别看他们一把年纪了 但他们有的是利息 一次可以扛100多斤 他们说年轻时一次可以扛300多斤 农村老人比城里的年轻人还能扛 其实有时候又特别感慨 七八十岁的年纪本该享受清福 却每天还要命草黄土 被朝廷的干活 我想他们不是不想休息 只是想给哲女紧欠一些负担吧 这就是农村老人